法巴財經HOT TALK 流行榜 好忙呀好忙呀好忙呀 你忙甚麼呀雪盈你 唉呦我在想究竟我是追這個好 還是罵這個好呀 你追甚麼罵甚麼呀你究竟 想知我追甚麼和罵甚麼 記得要貼身我們法巴財經HOT TALK 流行榜 第五位 已經有2000個搜尋 關鍵節就是我們最關注的日元 沒錯 自從日央行宣布結束負利率和YCC的控制之後 日元竟然不升反跌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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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很久 沒錯 而且再加上美國公佈CPI之後 美元就升了上去 踩多日元一腳 日元本身已經說152很低 都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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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便開始出手這些關鍵位 認星都先穿上去 還要一點都沒有彈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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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identification 大家留意美元对日元的Colin 编号方面是10148 虽然加久一点149日元 但不影响大家一个杠杆的投资 到期方面就会在今年的9月到期 第四位同样有超过2000个搜寻 关键字之前应该没上过榜的就是细贸 因为终于轮到他 就是民企的内放又再上榜 为什么最重要是被申请清盘 我数过了 今年的1月有负债累累的恒大 2月有碧桂园 3月有街市业 轮到4月是哪间就是他 世贸集团 一年有12个月 我们4个月已经有4间了 怎么办 今年会不会真的有12间 是不是还有6间来 没错 他就是被中国建设银行出手申请清盘令 如果上市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内房来算 如果排期令讯清盘的话 已经去到第六间了 也挺厉害的 是的 你刚才提到 特别是 你申请了都要排期的 所以还要一段时间才能解决 但是 很久之前我记得我说过了 我们有研究过 这些房地产欠这么多钱 被申请清盘的话 是否代表能解决呢 其实也不一定的 因为你申请了清盘 基本上没有钱还就是没有钱还的 但是 留意着就是 这次出手的那个是银行 还要是有名的银行 代表了 有一些先例在这里 其实刚才提到的先例越来越多了 所以 其他的一些 还没轮到他的房地产公司 其实也有点提心跳胆 所以变成 如果现在手上有这些股份的投资者 真的要考虑一下 我是不是要 无这个风险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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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持有这些股份呢 这样 所以这个要小心一点注意 第三位 也都是有超过2000个搜寻 关键字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每月一次的CPI 没错了 没错了 刚才也有说过 美元 其实就创了今年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 当然那个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来自CPI 3月份 美国的CPI 继续超乎预期 就是有个上升 就是连续第二个月 3月份CPI 就按年升 3.5% 较2月份的时候 上升了0.3个百分点 好了 核心CPI是如何呢 就是持平的 但是也有升到3.8% 消息出来之后 Fatwatch就显示 那些交易员押注 我们经常都说 6月份 究竟减息 重锤出击 对了 减息的几率有多少呢 马上又好像 由六成几跌到 剩下两成 剩下的 而且他们就看今年全年 那个 减息的次数 比率比较多 都剩下两次而已 真的像你所说的 看那个减息 不要看得那么乐观 都说了 媒体写东西是给人看的 但是我们要自己保持一个平常心 去分析一些资料 对不对 你看到CPI 对了 连续 今年二四年 严格来说 二四年 没有跌过 还要升 一月是这样 然后二月三月都是升 油价那些升得很厉害 提醒大家 联储局的目标是多少 2% 现在去到3.5 越走越远 四捨五入 就当了4% 越走越远 所以变了 虽然他刚刚 三月份开完会说 预期减息三次 预期就是 预期可以改的 预期不是落实 一向都说他们转身快 所以变了 是不是真的三次呢 真的不知道 所以变了 这一方面我觉得 在股市方面 如果你说息口不减 始终少了一点充气的作用 但是债市来说 是好事来的 因为息口继续维持高的话 暂时来说 债价都站得硬正一点 好像刚才所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外回 你看到刚才我们第一个标题 已经说了 就是多利亚 一下子充到几十年高位 我自己看 就看隔离 美金对人民币 因为你看到最近人民币 其实都是7.2几 23 25 这些位置波动 会不会 因为刚才所说 就是说 始终美元强势的时候 推完日圆 会推到人民币呢 如果真的的话 大家也可以留意 我们美元对人民币的call率 编号方面是10145 行使价方面在7.3 到期日的话 是今年的9月到期的 第2位 第2位 搜寻数字已经上到5000楼上了 关键字就是HSBC 这么有趣的 大家搜寻英文 方便一些去搜寻 近期 其实我也有留意开他 除了他开了一些投资峰会 有说过未来的一些方向 发展之外 另外早前他公布了业绩 又说继续有个回购 所以各样东西都觉得 挺好的 而且那个股价走势 都非常之强劲 自从我公布业绩之后 今年都大部分都涨 是的 他可以说是 我觉得涨得比较好的一只 叫做国际银行股 亦都是继续去破近期的高位 去到我们拍摄的今天 已经上到65元了 这样上下了 是的 所以看到汇控 你看看始终很多的股份 尤其是香港 我也说过 24年 或者农历新年之后 这个农年之后 其实走势也是好 而且开始看到 资金会比较愿意去吸纳一些 市盈率比较低 股值比较低的股份 比如我们之前提过的石油股 甚至乎一些新经济 科技板块 只要市盈率比较便宜 不会像去年年底 连便宜都没有人买 起码现在便宜的东西 要先执行 所以汇控市盈率10倍不到 相对比较便宜 你说它的盈利空间 增长是不是很多 我又未必觉得是 但始终它也有回购 市盈率跌极有个泡 所以变成吸引了资金 继续在今年投放 刚才也提过 最近也涨到接近65元的水平 所以如果说 继续看好的 汇控都给产品大家参考 编号方面 可以看我们的21811 行使价方面在70元的水平 就会在今年12月才到期 大家可以参考 我回来了 第一位 搜寻数字已经上到1万以上 关键是近期非常热的金价 正所谓No.1的搜寻 No.1的升势 国际金价又破顶 升到每盎司2353美元 非常之厉害 我计算过了 原来今年以来 我们过了一季左右 它的升势已经有1.3 但我有点想不明白 因为债息这么高的时候 有时都报道说 不利金价 但金价反而没有理到债息这么高 其实我又觉得不是的 因为我们做衍生产品 我们经常说的远期合约 即forward contract future contract 其实所有资产 理论上 无论是股票也好 甚至乎是crypto 比特币也好 所有的资产 理论上 它要跟着银行存款的利息 上升的价格 否则就会出现套利的情况 所以变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想想如果年头 去年年头的金价是2000元的时候 利息是5厘的话 年底其实应该要变回2100元 如果不是买金的那些就很虧了 不如它给钱到银行 所以在远期价格的理论之下 其实黄金价格升是绝对合情合理的 是不是升一成几那么多 这个就是供求问题 大家看到金价升 当然会一直追着上去 所以变成 你说升我觉得合情合理的 你说继续升 我也觉得合情合理 因为现在的利率就是高期 所以变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金价会不会继续破顶呢 这个大家拭目以待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想要继续部署的话 其实我们黄金叫轮 我们有的有一只 虽然已经价内了 因为升得很快 但是可以留意一下 10061行使价方面 1980元 但是依然提供到接近5倍的杠杆 短新一点的 今年6月就会到期的了 还有听到最近的消息 我们都准备出新的叫轮给大家的 不过暂时来说 可以留意这只10061 期待一下吧 再说 我说了那么久 又要选要 怎样好呢 我真是很忙 你还忙 刚才我给了这么多建议 你还要忙吗 那倒是,小朋友才做选择 听着你分享就可以了 大家记得要继续我们的节目 就可以听到多些Martin的分享 还有要留言、赞、订阅、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